大家好,这里是C加造成网 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散烈表 那我们这节课要学习的内容是散烈法的性能分析 来看一下用散烈法进行搜索的时候它的过程 首先是给定一个代查数据项的关键码 然后呢,我们通过一个散烈函数 得到该数据项在表当中的散烈地址 如果这个地址没有冲突的话 那么我们直接在该地址之上就可以访问相应的数据项 而不需要进行关键码的比较 但是呢,如果存在冲突 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进行探查 那么在进一步进行探查的过程当中呢 实际上呢,也要进行关键码的比较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进行散烈法搜索的时候 散烈法进行搜索的时候呢 由于冲突的存在 实际上呢,也要进行关键码的比较 既然散烈法进行搜索 也需要进行关键码的比较 那我们就需要一种方法来衡量它的性能 一般来说我们用平均搜索长度 ASL来衡量散烈法的搜索性能 那么根据搜索的成功与否呢 又分为 搜索成功的平均搜索长度 ASL Successful 和搜索不成功的平均搜索长度 ASL Unsuccessful 那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 搜索成功的平均搜索长度 ASL Successful 它是指在表单中呢 能够搜索到代查的表象 然后呢 我们将这些代查表象的搜索次数 求一个平均值 得到的平均探查次数 就是ASL Successful 第二种是搜索不成功的平均搜索长度 ASL Unsuccessful 它是指在表中呢 搜索不到代查的表象 但是呢 找到插入位置的平均探查次数 这里面呢 有两层行义 第一层行义是 我们代查的表象呢 不在表单中 第二层行义是 如果我们要将这个 不在表单中的代查表象呢 插入到表单中 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个插入位置的 那我们将能够找到这个 插入位置的探测次数呢 求一个平均值 就得到了ASL Unsuccessful 这里面呢 能找到插入位置 这意味着什么呢 表位码 这指的是表位满 那么如果我们给定一个代查的表象呢 在进行查找的时候呢 没有办法搜索到 但是呢 我们也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插入位置 这就说明表满了 表满了 那么表满的时候的探测次数呢 我们不再 不计算再累的 那么ASL Unsuccessful呢 换句话说是这样子的 它是表中呢 所有可能散烈到的位置上呢 要插入新元素时 要插入新元素时 为找到空桶 也就是说 为找到一个空的插入位置呢 而进行的探查 次数的平均值 那么这样子描述起来呢 大家感觉还是比较抽象 接下来呢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还说明一下 ASL Successful跟 ASL Unsuccessful的区别 这个例子是这样子的 假定有一组关键码为 这些整数的数据项 然后呢 我们用出流余数法 来构造闪列函数 分别计算出来 用线性探测法 解决冲突的时候的 成功的平均搜索长度 跟不成功的平均搜索长度 以及用链地质法 来解决冲突的 成功的平均搜索长度 跟不成功的平均搜索长度 那么散列函数呢 选取的是一样的 都是Key磨上13 也就是说用相同的散列函数 不管是线性探测法也好 链地质法也好 选用同一个散列函数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演示一下这个过程 那我们首先需要将这些关键码 所对应的数据项呢 填充到散列表当中 用线性探测法来解决冲突 我们先讲这种情况 那么26 用哈希函数呢 得到的地质是0 那我们经过一次探测呢 即可找到相应的位置呢 进行插入 26 把它放进来 36 磨上13呢 是等于10 等于10 那么10的位置也是空的 我们也只需要进行一次探测 即可把它放进来 同样道理 41 它磨上13应该等于 39 2 应该等于2 它应该等于2 那么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个位置呢 一个空的位置呢 把它插入 也仅仅只需要一次探测 那么其他的探测的次数呢 我们就 不再一一的说明了 上一节课呢 我们已经演示过了 线性探测法解决冲突的过程 它的一个探测过程 那么这里面 我们已经把各个关键码所对应的表现呢 它需要探测的次数列出来了 需要探测的次数列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统计一下 经过一次探测即可找到的表象的个数有哪 有几个呢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经过一次探测即可找到的表象个数有六个 那么就是一乘以六 那么经过两次探测即可找到的表象个数 有两个 一个两个 二乘以二 那么经过三次探测即可找到的表象个数呢 只有一个 三乘以一 经过九次探测才可以找到的表象的个数呢 只有一个 九乘以一 那么这些表象总共有几个呢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十个 那我们接下来统计一下搜索这些表象的平均搜索次数 平均搜索长度 除以十 等于2.2 这就是搜索成功的平均搜索长度等于2.2 也就意味着我们搜索这一些表象呢 平均搜索次数是2.2次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计算 搜索不成功的平均搜索长度 那么搜索不成功的平均搜索长度 我们刚才说过了是指表中的所有可能散捏到的地址 要插入新元素时找到空桶的探查次数的平均值 那我们假定呢 零地址要插入一个新元素 要插入一个新元素 它的探查次数需要多少次呢 如果我们要在零地址呢 插入一个新元素 一次 探查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次九次 才找到了在这个空的位置能够插入 能够插入 需要进行九次的一次探测 那么如果是在一这个地址插入一个新元素 我们需要探测几次呢 那么应该少一次八次 在二这个地址呢 插入新元素要探测七次 在三这个地址呢 插入元素要探测六次 在四这个地址呢 插入元素要探测五次 在五这个地址插入元素要探测四次 在六这个地址呢 插入元素要探测三次 七这个地址呢 插入元素要探测两次 那么在八这个地址呢 插入元素只需探测一次即可 在九这个地址呢 插入元素也只需要探测一次 在十这个地址呢 插入元素探测一次两次 在十一这个地址呢 插入元素只需探测一次 在十二这个地址插入元素要探测一次 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次九次十次 十次 那我们在所有的这些地址呢 要插入新元素需要探测的次数求平均值 那么所有这里面总共有 表长是十三 零到十二十三 除以十三 那么搜索不成功的平均搜索长度就等于四点五四 四点五四 这个呢是用线性探测法来解决冲突 我们得到的搜索成功的平均搜索长度 跟搜索不成功的平均搜索长度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用链地址法来解决冲突 这两个值得计算 如果我们用链地址法来解决冲突 首先呢 我们也要将这些表象呢 映射到表当中 那么这个映射的过程 我们就不再讲解了 它被映射成这样的形式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搜索这些表象 这些表象 我们来看一下需要进行的探测次数 那么如果我们需要搜索26这个表象 需要探测几次呢 首先呢 26这个表象 它被映射到了0这个位置 0这个位置 然后呢 发现这个位置的指针 指向面表的头指针呢 它不唯空 那我们就需要在链表当中进行探测 就需要在链表当中进行探测 那我们只需要探测一次即可 探测一次即可 同样道理呢 41 68 44 6 36 38 这些也都只需要探测一次即可找到 那么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需要探测一次即可找到的元素个数 有七个 那么需要探测两次才可以找到的 有几个呢 一个 两个 二乘以二 那么需要三次探测才可以找到的元素个数有几个呢 51 这个 一个 三乘以 那么这些元素总共有十个 它能够搜索成功的平均搜索长度 我们处理十 得到的结果是1.4 这是搜索成功的平均搜索长度等于1.4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算一下搜索不成功的平均搜索长度 搜索不成功的平均搜索长度有几个 那么假定我们给定一个关键码呢 它映射到了0这个地址 0这个地址 但是呢这个关键码 它又不等于26 也就是说我们查找不到 那么查找不到的话 首先是映射到0这个地址 然后呢需要跟26进行比较 比较一次找不到 找不到找不到呢 那么我们也就意味着我们能够在这个位置呢 进行插入一个新的表象呢 新的表象 它需要探测的次数是一次 一次 那么如果我们要在1这个地址呢 插入一个新元素 如果要在1这个地址插入一个新元素呢 由于这个指针是空的 由于这个指针是空的 那么不需要进行任何的比较 即可在这个位置插入 所以说是0 如果是在2这个地址呢 进行探查的话 插入的话 那么41 15进行查找 都找不到 然后呢 就可以在这里面进行插入了 那么需要探测几次呢 两次 同样道理 在3这个地址插入新元素 需要探测一次 4这个地址插入新元素 需要探测0次 5这个地址呢 插入新元素 需要探测一次 6这个地址需要一次 7 7 8 9 都是0次 10这个地址呢 要插入新元素 11这个地址呢 要插入新元素 探测0次 12这个地址呢 插入新元素呢 要探测3次 当然这里面要探测3次 指的是在尾部插入的情况 在尾部插入的情况 如果在头部插入的话 如果在头部插入的话 实际上也是需要 先探测的 因为他要探测到 我们要插入的这个关键码呢 他是否在表单中 如果已经在表单中 我们就不能够插入了 所以说呢 不管你是在头部插入也好 在尾部插入也好呢 都需要先探测 先探测一次两次三次 那么这些地址是0到12 总共是13个 除以13 得到的值是0.77 也就是说 搜索不成功的 平均搜索长度是0.77 那么通过我们刚才的分析呢 得到的结果是 用线性探测法解决冲突呢 他搜索成功的 平均搜索长度是2.2 搜索不成功的 平均搜索长度是4.54 用链地址法解决冲突呢 他搜索成功的 平均搜索长度是1.4 搜索不成功的 平均搜索长度是0.77 我们发现呢 用链地址法解决冲突 它的效率呢 会比用线性探测法 解决冲突来得高 从这里面我们看出来 是比它来得高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影响哈西法性能的一些因素 刚才我们说过了 哈西查找或者说 散烈查找 它的过程仍然是一个 给定值与关键码 进行比较的过程 那么评价哈西查找的效率呢 要用ASL 那么影响这些 关键字比较的次数的因素 有三个 第一个因素就是散烈函数 因为如果散烈函数选取不当的话 就容易产生冲突 那么容易产生冲突 也就意味着我们到时候 我们到时候呢 就需要将 这些产生冲突的表现呢 插入到其他的地址的地方 那么这时候呢 如果我们要进行查找的时候呢 就增加了查找的开销 另外一种是 处理冲突的方法 也是有影响的 我们刚才看到了 用链地质法来处理冲突呢 它的一个性能会比用 线性探测法来处理冲突呢 来的高一些 以及哈西表的装填因子呢 也是有影响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哈西表的装填因子 哈西表的装填因子 α 它等于哈西表的元素个数 除以哈西表的长度 那我们刚才那个例子呢 哈西表的元素个数是10个 哈西表的长度是13 哈西表的长度是13 那么这个装填因子 可想而知呢 它指的是 表的一个装满程度 这个装填因子呢 表明的是 表的装满程度 那么如果表装的越满 这也就意味着 如果我们要插入新元素的时候呢 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越大 可想而知 可想而知 如果α越小 也就是这个表的长度越大 那么这个时候呢 表就 装满程度呢 它越不满 也就意味着我们 插入新元素的时候呢 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越低 可能性越低 那这样的话 我们在进行查找的时候呢 相应的效率也会越高 也就是说通常情况下呢 α的值越小 让我们的查找效率呢 也会越高 α值越小呢 取决于这个表的长度 越大 越大 它的一个查找效率就越高 这个呢 跟我们 其他的 搜索方法 有所不同 比如说顺序表的一个搜索 如果表越大 表越大的话 它的一个搜索性能呢 越低 因为它是跟 表的一个空间呢 有关系的 那么二分查找 二叉数查找也一样的 O log n O log n 它等O log n 也跟表的一个空间长度有关系的 而我们发现呢 散列表的一个查找呢 它跟表空间的长度呢 是没有关系的 是没有关系的 跟表空间的长度呢 关系实际上 不是没有关系的 表空间的长度越大 越大的情况 它反而搜索的效率是越高的 反而搜索的效率是越高的 那么当砖填因子呢 α较高的时候呢 选择散列函数的不同 那么搜索的性能差别也是很大的 一般情况下呢 多用出流余数法 出流余数法 其中处数在使用上一选择 不包含20以下的 自因数的质数 那么对散列表技术 进行实验的评估表明呢 它具有很好的平均性能 优于其他的一些传统的技术 比如说平衡数 我们等一下呢 会举个例子 会有一个实验数据呢 让大家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性能 但是呢 散列表在最坏情况下呢 性能很不好 比如说呢 如果对一个有N个关键码的散列表 如果对一个有N个关键码的散列表呢 执行一次搜索或者插入 最坏情况是ON 最坏情况是ON的时间 我们比如举一个例子吧 举一个链地质法的例子 假设现在N个关键码呢 都被映射到了0的位置 都被映射到了0的位置 一个关键码所对应的表象 两个关键码所对应的表象 三个关键码所对应的表象 点点点 N个关键码所对应的表象 然后呢我们要查到的表象 刚好又是这个 刚好又是这个 那么这时候我们的搜索性能是 一次两次三次N次 N次就跟顺序查找是一样的 最坏情况是N次 但是呢这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 这种情况说明你的散列函数太糟糕了 既然将所有的关键码都映射到了同一个位置 同一个位置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概率分析 高德拉呢 他对不同的溢出处理方法 以及不同的散列法呢 对不同的溢出处理方法呢 进行了概率分析 得到的一个值 那当然这个推导过程 我们就不分析了 这是一些数学家的事情 这个高德拉呢 他很出名 他编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Art of Computer Programming 计算机程序设计艺术 那么里面呢 有很多的数值分析 算法分析 以及算法的一些复杂度的分析 概率的分析 那么他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 处理溢出方法 这边呢有线性探测法 开地质法当中的线性探测法 为随机探测法 二次探测法 双闪裂法 还有链地质法 链地质法 那么得到的平均收索长度 一种是成功的平均收索长度 一种是不成功的平均收索长度 得到的一个理论值是这样子的 平均值是这样子 二分之一 一加上一除以一减α α就是专填因子 α就是专填因子 那么专填因子 如果是越小的话 我们看一下专填因子越小 越小 那么一减α得到的值就越大 得到值又越大 那么一除以这个值也就越小 越小 也就是说探测次数也就越小 那么我们看这个就更明显了 α因子呢 如果越小 α因子越小 那么探测次数也就越小 一加上二分之α α表示装满程度 所以说呢 专满程度呢 越不满的时候 探测次数呢 也就越少 这是理论的一个分析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一些实验数据 那么有人呢 做了一些实验 假设实验数据是这一些 这一些 然后呢 用各种处理冲突的方法 以及各种散烈法 来进行实验 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得出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么下面这些是理论值 这里面是理论值 也就是用我们刚才 所看到的公式 所看到的公式呢 得到的一个理论值 也就是一个概率值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用的是链地值法 链地值法 它的理论值应该是多少呢 当α因子是0.5的时候 0.5的时候 理论值应该是1.25 0.5的时候 除以2等于1.25 等于1.25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不去计算了 不去计算了 这是理论值 这是理论值 那我们来看一下用各种处理冲突的方法 以及各种散烈函数 如果散烈函数呢 是平方取中 平方取中 并且用链地值法 那么平均探测次数是1.26 1.26次 这个性能相当高了 只需要1.26次即可访问 关键码所对应的数据项 那么出流余数法更高 更高 它甚至比理论值 得到的值比理论值更低 理论值它也只是一个 一个概率与值而已 那么这个得到的比理论值还更要 更低一些 那么α因子是同等的情况 0.5我们发现呢 链地值法它优于什么呢 开地值法 链地值法优于开地值 我们发现这里面呢 任何一个链地值法呢 都优于开地值法 α的0.5的时候 α的0.75的时候呢 也一样的优于开地值法 也一样优于开地值法 那么α越大 α越大的时候呢 开地值法呢 它这边得到了一个探查次数呢 相应的增加呢 也越大 也越大 而我们发现呢 α越大 对链地值法呢 来说 它的影响呢 不是很明显 对链地值法影响不是很明显 也就是说只需要经过一点多次 即可 找到相应的表象 搜索次数呢 平均搜索次数是一点多次而已 那我们来看一下 散烈函数 同等情况下 同等情况下 那么散烈函数哪一个比较好 比如说都是用念地值法 α因子都是等于0.5 那么这里面我们发现呢 是出流与数法是最好的 出流与数法是最好的 那么如果使用开地值法的时候呢 这里面是平方取中法是最好的 那么出流与数法也不错 4.52 这边呢 出流与数法1.31 链地值法α因子等于0.75的时候 α因子等于0.9的时候呢 出流与数法也是比较好的 我们发现呢 出流与数法是比较好的 散烈函数呢 选用出流与数法 那么处理冲突的方法呢 选用那个链地值法 这是我们得到的一个结论 我们在分装一个哈希表的时候呢 处理冲突的方法呢 最好用链地值法 散烈函数呢 用出流与数法 那我们之前所分装的散烈函数呢 实际上呢 这个处理冲突的方法也是用链地值法 散烈函数呢 实际上也是出流与数法 一般来说呢 出流与数法还会跟其他的方法呢 配合使用 因为我们最终呢 出流与数要磨上同的大小 就是出流与数 那么前面的一个值呢 是经过一些运算得到的 运算得到的 那么运算的话 目的 这个运算呢 我们尽可能要跟 关键码的相关性呢 要强一些 关键码相关性要强一些 比如说我们之前的 字符创的一个哈希函数呢 我们最好要跟字符创当中的 每一个字符呢 都发生关系 得到一个值呢 然后再进行出流与数 这是闪列法的性能分析 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 链地质法跟出流与数法是 这两种组合是最高的 效率是最高的 最后呢 我们再讲一下 几种查找方法的对比 这个呢 我们前面也稍微说过了 顺序查找法呢 它的算法复杂度是ON 二分查找的算法复杂度是ON 二差数查找的算法复杂度是ON 那么哈希查找的算法复杂度呢 基本上是 禅数次 禅数次即可 比如说链地质法 它的理论值是这些 这个一加二分之二法 那么一定是禅数次 一点多次而已 那么禅数次也就是O1 的算法复杂度 那么我们发现呢 后面的三种效率都比较高 都比较高 那么哈希查找 或者说闪列查找 它的效率是最快的 最快的 但是呢 二分查找呢 它有一个要求 表呢 是必须经过排序过的才可以 二分查找 它要求数据是已经排序过的 才可以用 二分查找 二叉数查找跟哈希查找呢 没有这个问题 它不需要排序过 另外一个问题是 二叉查找 它在进行查找的时候呢 能够顺便将数据排好序 能够将顺便将数据排好序 比如说我们用中序与便利的方法 便利二叉数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顺便将 便利到的数据呢 排好顺序 而哈希查找呢 我们很难找到一种方法呢 顺序便利表空间 顺序便利表空间 这是这几个查找的 各种优缺点 那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就是这些 那么到这节课为止呢 散烈表我们就讲完了 那么我们散烈表这里面呢 讲解了散烈表的一个概念 散烈函数的构造方法 冲突的处理方法 以及散烈法的性能分析 那我们这次课呢 就上到这边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的收听